和江城比鉴之后 魏无羡又带着江氏弟子上了一节咒服课 自从上次魏无羡凭借一己之力 在云深不知处以避火爵立刻数百凶狮之后 仙门百家的小辈对于学习咒服的热情 简直空前高涨 而对于莲花雾的弟子而言 能得魏无羡亲传咒服 可想而知课堂气氛有多么热烈 以至于早就过了下课的时辰 弟子们仍在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魏无羡身边 迟迟不肯散去 直到江城过来干涉 散了散了 都不吃早饭了 懒战 我肯定要在莲花雾待几天的 家里那边 咱们出来这么久 你要不要先回去 过几天我自己再回云深不知处 早餐桌上 魏无羡问蓝旺鸡 毕竟他们这次出来足有一个月了呢 我今日送信给兄长 问问他家里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回去的事 若没有 我还是在这里和你一起 蓝旺鸡虽是这么说 但他绝对相信 云深不知处没什么兄长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俩可真是够腻的 乌野 我真想不通 魏无羡有什么好的 我们从小到大 没有哪一天不吵上三回 你怎么受得了他呢 江城其实到现在都没有整明白 蓝旺鸡和魏无羡 看起来是最天差地别的两个人 怎么就互相看对了眼呢 滚 有你这样的吗 唯恐天下不乱呀 我和蓝旺从来不吵架 对吧 再说了 蓝旺他会吵架吗 你能想象他吵架是什么样吗 魏无羡冲江城瞪眼 也是 要论吵架 古言那肯定是吵不过你的 所以我就更想不通了 江城摇头 百思不得其解 想不通吧 活该你单身 魏无羡冲江城做了个鬼脸 蓝旺鸡在一旁听着云梦双截 你一句我一句也不插话 安静吃着早饭 他现在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对于魏无羡而言 食不言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 因为莲花物的习惯 饭桌就是聊天的地方嘛 宗主 金宗主来了 正吃着早饭 一个弟子过来向江城通报 这么早就来了 江城好生惊讶 这还是早饭时间 那也就是说 金灵这小子是连夜遇见过来的 话音未落 只见一身金星雪浪袍 走路带风似的冲了进来 一看到蓝王鸡就杀住了脚步 雀声声地喊了声 喊 大舅父好 金灵 你小子 你两个亲舅舅都在这儿呢 你不先叫我们 倒先叫他 是何道理 江城不满意了 金灵 你还是叫他韩光君不好嘛 这个 你叫的 我怎么听得这么别扭呢 魏无羡也不满意了 即使在家里 随他怎么叫吧 蓝王鸡倒是十分满意金灵的表现 发声替他解围 大舅舅 舅舅 我连夜遇见过来 肚子好饿 金灵十分聪明 赶快视若装可怜 僵尸弟子早就已经把餐具给金灵拿了过来 他接过碗筷就开始吃 用食物把自己的嘴添得满满的 你慌什么 我在这儿一时半会儿又不会走 哪里用得着连夜过来 魏无羡果然心疼了 连忙给金灵盛了一碗热粥递了过去 是你说过的 只要你回了莲花屋 就单独教我剑法和符咒的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 金灵到底是跟着江城长大的 也没有什么实不言的禁忌 嘴里包着一大口 也不影响他说话 我怎会说话不算数 试完就教你 你想学什么 我都教给你 魏无羡对金灵 那绝对是有求必应 这个孩子是魏无羡在这世上 自觉亏欠最多的人 好 我什么都要学 我要超过四锥和景仪 金灵笑得开心极了 你有点出息好不好 你就盯着四锥和景仪啊 你是一家之主 这两个才是你的榜样好吗 魏无羡指着蓝旺鸡和江城教育金灵 这下真的有了几分大舅舅的样子 啊 金灵睁大了眼睛 他可从来没有那么高的目标 他们两个不是人呀 怎么就不能超越他们了呢 你爹当年也不怕他们两个的 魏无羡拍拍金灵的肩膀 你跟着我 好好练几年 过几年你就不怕他们了 魏无羡是真心有这个想法 他要帮金灵成为仙门百家这一代最强的那一个 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告慰师姐和金子萱 那我吃完了就开始吧 我要跟你练剑 金灵备受鼓舞 刚吃完哪能练剑 总得过半个时辰吧 我先带你玩几个好玩的符咒 我教你几个 只有我会的 保证连他们两个都不会 魏无羡一脸神秘地冲金灵挤了几眼睛 真的 太好了 还得是私追和景一也不会的 金灵兴奋了 行 只教你一个 其他人我谁也不教 魏无羡笑了 金灵虽是一家之主 但毕竟还是个孩子呀 魏无羡 你少教他那些恶作剧符咒啊 别把好好的孩子教坏了 江城脑子里闪现出来的 全是当年魏无羡在蓝室课堂上那些坏招 他才十八吧 怎么就不能让他再玩两年呢 真是的 魏无羡不以为然 他们两个差不多就是同龄人 一直没吭声的蓝旺鸡在旁边悠悠插了一句 蓝湛 哪有你这样的 我好歹是他大舅舅 魏无羡简直要拍案而起了 还真是 古也说得没错 你少活了十六年 这样说来 也就比金灵大两岁吧 他没道理关你叫大舅舅呀 我才是大舅舅 江城还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 江城 我总是你师兄没错吧 这个跟几岁可没关系呀 魏无羡气鼓鼓地站了起来 金灵 我们走 不理他们 他们两个老了 咱们不跟他们玩 魏无羡拽着金灵 江城哈哈大笑 站起身对蓝旺鸡说 姑爷 我这边还有一堆事 你陪他们两个小朋友慢慢玩 我忙完再过来 蓝旺鸡也起身 回魏无羡的房间 去给兄长写信 待他返回教场 去找魏无羡的时候 魏无羡刚好 要开始陪金灵练剑 蓝湛 你来得正好 你先在旁边坐着看 一会儿我还要找你帮忙呢 魏无羡招呼了蓝旺鸡一声 蓝旺鸡点点头 在一旁坐下 金灵 你先捂一套完整的金氏剑法 给我看看 魏无羡拍拍金灵的肩 金氏剑法 金灵迷惑了 我以为 你要陪我练僵尸剑法 我知道你舅舅教过你僵尸剑法 但是你是金氏家主 说到底 你是要靠金氏剑法 才能在金家服众的 你僵尸剑法练得再好也没用 所以我用僵尸剑法 来陪你练金氏剑法 你想想看 若有一天 你能用金氏剑法 胜了我的僵尸剑法 金家上下 还有谁不服你 魏无羡这个时候 就一点也不像金灵的同龄人了 我怎么可能胜得了你 金灵脱口而出 怎么不可能 话多 你先把金氏剑法屋给我看 说起来 我很多年没跟金家人动过手了 魏无羡笑了 嗯 金灵倒也不是扭捏的孩子 抽出碎华 就将一套金氏剑法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好 我让你喘口气 接下来我跟你打 你要尽全力 魏无羡看得极其认真 抽出随便 把剑翘放在了一边 准备好了吗 魏无羡见金灵的气息 已经恢复了 用随便去碰了一下碎华 可以开始了吗 嗯 准备好了 金灵用力点了点头 他有些兴奋 跟大名鼎鼎的随便 一对一较量 这是每个仙门少年 梦寐以求的事啊 魏无羡的第一个出招 就让金灵感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 随便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让金灵 只能慌乱抵挡 很快就失去了张法 不要慌 调整呼吸 用你的金式呼吸吐纳之法 把气息稳住 魏无羡一边游刃有余地出招 一边指导金灵如何应对 很好 你的气息稳住了 现在尽可能加快你出剑的速度 不要总是来挡我的剑 你要主动攻过来 你不能总被我牵着鼻子走 嗯 对了 就是这样 快 再快一点 还能再快点吗 好 比刚才好多了 再来 继续 不对 你的气息又乱了 还是按刚才的办法 用呼吸吐纳之法稳住气息 怎么 没力气了 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十招就让你休息 魏无羡陪金灵过招 手不累 嘴累 已经十招了 金灵都要哭了 你怎么还不停 再坚持十招 魏无羡险不停手 我坚持不住了 金灵大喊 没问题的 加油 魏无羡鼓励他 江城过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 金灵一脸痛苦地在坚持 魏无羡不停地在鼓励 蓝忘机坐在旁边认真观战 好 你休息吧 魏无羡终于收了剑 金灵一下子摊坐在地上 满头是汗 休息半个时辰 这半个时辰里 我说 你听就可以了 魏无羡用自己的袖子 给金灵擦了擦汗 和金灵并肩坐下 开始细细地 给他复盘刚才的鄙视 每一招 每一试 问题出在哪里 哪里有破绽 如何调整 如何改进 金灵越听越惊讶 越听越佩服 这个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 不靠谱的大舅舅 竟能把刚才两人 鄙视过程中的 每一招 每一试 完整复述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 观察力和记忆力 关键是 他一边和自己对打 一边还在指导自己呀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速度不够 但速度的问题 根源还是在你的呼吸吐纳 所以 你从现在开始 每天加强呼吸吐纳 早中晚 至少各要练习半个时辰 若你能坚持半年 你的初见速度 一定会有很大提升 只要你的速度上来了 你就不会如此被动 就看你听不听我的 能不能坚持了 复盘了整场比试之后 魏无羡给了金灵一个总结 我当然听你的 我一定能坚持 金灵现在已是心服口服 哪里还有不听的道理 休息好了吗 魏无羡笑着问金灵 第二轮可以开始了吗 嗯 休息好了 金灵站了起来 做好了第二轮的准备 蓝战 你过来 你用蓝石剑法 陪金灵练会吧 魏无羡转过头 冲着场边的蓝忘机大叫 好 蓝忘机一丁点都不觉得意外 他刚来的时候 魏英对他说 待会还要找他帮忙 他就明白 魏英想要他也教教金灵 金灵在魏英心中有多重要 蓝忘机比谁都清楚 师姐是魏英心里最大的伤痛 而金灵是魏英弥补这一伤痛唯一的途径 只要能让魏英好过些 不要说陪金灵练剑了 就是要他从头开始手把手教金灵弹琴 蓝忘机也绝不会推辞 更何况 抛开这些不弹 就冲金灵叫自己一声大救赋 蓝忘机也没有不交之理呀 啊 金灵懵了 不是吧 跟韩光军对打 他实在没这个胆量呀 你的金氏剑法若能扛住江氏剑法 又能扛住蓝氏剑法 你说在金家谁还能为难你 以后金家再有什么糟心的事 哪还用得着紫电出手帮忙 金灵 你别愣着了 听见没有 你不要怕蓝战 你不是喊他大舅父吗 他还能伤了你不成 你只管放手跟他打 注意力集中 蓝氏剑法可不好对付哟 魏无羡看金灵这一脸懵 不由好笑 江城也懵了 不是吧 这是什么豪华阵容的剑法陪练课呀 蓝旺基和魏无羡亲自充当陪练 放眼当今仙门百家 任谁都不敢想呀 金灵这小子 面子未免也太大了些 他这声大舅父 喊得也太值了吧 这一天啊 你不见了 你不见了